眼瞅着夏日即将到来 小妹子们也是翻箱倒棍 拿出漂亮性感的小花球穿起来了 这不 这两天各个身材绝美的明星们都开始放肆运动 备战夏日露肉大作战 首先是我们身材一直保持不错的小S的学习地 在4月11号 小S在微博上传了自己健身的视频 据说这种健身运动叫做租板 虽说是一种舞蹈 不过这可是一种可以锻炼全身机能的瘦身操 看我小S跳得有模有样 宝宝你还有什么理由不跟着嗨起来 第二位喊宝宝们减肥的 是你们的老公张天爱 看看这天使的脸庞魔鬼的身材 人家可是一直勤勤恳恳在运动哦 同样在11号 张天爱微博po出一张做平板支撑的照片 并配文运动打卡晒出来 一起来挑战吧 呼吁宝宝一起来加入健身的行列中 只见我老公平板支撑做的是脸不红 心不跳 看起来十分轻松的样子 还颇为炫技的 伸出一条大长腿 只用一条腿支撑力量 这看的宝宝全部惊呆 我老公身材真是好到给贵呀 大长腿简直有2米8的即时感 除此之外 还有我们的赛琳娜姐妹花 Celina自从受伤之后 就一直爱跑步 不单单是为了好身材 更是为了健康体魄 而妹妹任容轩 更是和姐姐一起运动跑步 看看人家这么瘦 这可都是锻炼的结果 当然跑步健身 怎么能少了我们张俊宁呢 人家说 练习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 奔跑是为了感受活着的自己 每天都要跑得更快乐一点 而最后一记强势案例 就是我们发誓 要100天练出8块腹肌的杜海涛了 有萌果TV出品的 全新趣味运动综艺 香蕉打卡 从4月17号起 即将上线 物理海涛今天还穿巨型婴儿服 为发布会站台 所以想健康减肥的宝宝 就跟着海涛 每周二周四周日 11点11分动起来吧 萌果老戏完 4月不减肥 5月真的要涂伤杯了 报道 萌果老戏完